但是不同的蛋的做法跟消化的白質 因為其實蛋白是所有食物裡面 應該是最難消化的一種食物 大家好 我是雨凡 我是伯伯 用我們這個臀骨筋來做一個湯 我覺得就是帶去上班這樣很方便 就是平常來帶去一學校 這個應該是韓式的口味 韓式的口味 哇 臀骨筋 韓式的口味 我們現在 有點像泡菜鍋 對對對 這個臀骨筋的話 現在要發包一點 超濃的 現在我們臀骨筋是200克 200克 對 200克 我就是抓一下一半 因為很濃 你可以看到 哇 抓一下差不多 那要加水嗎 我會這樣 再加150克 然後現在是給它 給它餵 這個是舊好豬的五花薄切肉片 對 好像就拿兩片 拿兩片 兩片肉就可以了 我就是 這個湯 就結成了 你知道為什麼 兩片肉我就是在 再切進去 就是 整個切 喔你又剪了 我媽要講 我媽怎麼用剪的 我又剪方便 媽說可以剪幹嘛要切 然後把肉放進去 然後現在這個 韓國泡菜 那你要講一下韓國泡菜 好 我們來講一下 韓國泡菜 的事情 這個是 這個是 我們 我昨天去做市場調查嘛 然後就 真的 我跟你講 我們倒大概七八個 韓國泡菜 那個 根本就不是泡菜 那根本就在做炸蛋 好 有這麼多化學在裡面 是那我來 拿來幹嘛 所以我們就挑來挑去 挑到 我覺得是最乾淨的 這個裡面的 成分是 你沒有看營養標示 要看它的成分 不要看營養標示 要看成分 因為看成分 你就大概知道情況怎麼樣 這個是大白菜 蘿蔔 辣椒粉 大蒜 魚霧 然後再來就是 蔥 鹽 到這邊就是我自己做 泡菜會用的東西 但是最後他還是加了湯 可是他加的量非常的少 我們後來買來吃 發現他真的非常的好吃 我們剛剛在試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半個沒要去 有沒有 非常非常的脆 它是韓國來的 那我講一下 我有猜啦 別的地方做泡菜不見的加湯 但是台灣人的口味 真的非常的甜 我們從美國回到這邊去 好市多吃他們的雞肉沙拉 就是那種 在那邊可以點的有沒有 我們吃到第一口 就整個 shock 對不對 就震驚 因為整個沙拉吃起來 像甜點一樣 然後我們後來才知道 好市多進台灣 專門為台灣人調製了這個沙拉 因為不甜沒有人買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不需要 就是你泡菜的時候 是不需要加這個糖的 平常我自己做泡菜的時候 是用蘿蔔去磨成泥 那個蘿蔔的泥裡面的糖 就可以拿來發酵了 但是這個泡菜真的做得沒幻想 真的是很脆很脆 很好吃 所以已經放進去 先放進去 然後滾以後 所以現在讓它滾 滾以後 就是 所以你加了泡菜 加了醬油豬的五花薄片 然後我現在再加一點點 剛才我們有加水 對 所以就是調味 但大家要自己看他們 其餐的鹽度 我就放一點黑胡椒 黑胡椒 然後現在我就在先嚐一下 好 好 它現在在滾 等一下 它現在在滾 滾的話 我們現在就把它倒進這個燜燒鍋 還有這個燜燒罐 燜燒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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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燜燒罐可以帶到那裡進去 燜燒罐本來就是帶到那裡進去 你剛剛可以說燜燒罐 小燜燒鍋 燜燒鍋很大 好 就是這樣 這樣放進去的話 我們先打一顆蛋進去 好 趕快打一顆蛋進去 對 如果裡面不要放在那個燜燒罐的話 你就是直接把蛋倒進去 然後燜 兩分鐘就可以了 這樣我們就給它 直接燜 超過15分鐘 燜燒罐裡面放15到20分鐘 或者是你就帶到學校 或是帶到辦公室 等一下我們打開來 它就是一個水箱蛋 對 非常簡單 對 非常簡單 那我們現在開始計時 15分鐘 好 等一下來看 好 它就是一個水箱蛋 非常方便 那我講一下不同的蛋的做法 跟消化的關係 因為其實蛋白是所有食物裡面 應該是最難消化的一種食物 就是它如果變成非常的 蛋白質已經整個凝結的話 比如說水煮蛋 很多小孩會跟你講說 他不想吃水煮蛋 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 那個蛋白其實非常難消化 好 那我覺得最好消化的 就是如果看文獻的話 水煮蛋是最好消化的 因為它的蛋白跟它的蛋黃 都還是有幾狀態 所以不同的蛋 雖然都是蛋 它的烹調方法會影響到你的消化 所以你如果有消化問題的話 除了吃原消化之外 你還可以做不同的蛋 就你不一定要每次都做水煮蛋 或是把蛋煎得很熟很熟這樣吃 可以半生不熟吃 我再幫你熱一下 微波一下這個臀骨筋 這個是剛剛的臀骨筋 沒有任何東西 這樣常常晚上吃燒點 我常常晚上吃很少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反正都在減肥 都要吃很少 然後我到半夜看完連續劇之後 我就跟他講說我好餓 然後他就說你確定不吃嗎 你確定不吃嗎 我說不要拉我 我這樣講是原因是因為我希望你去幫我熱喝 所以如果晚上睡前可以喝一碗熱熱的湯的話 它是非常沒有負擔的 因為它這個裡面全部已經水解了 所以你拿到的所有的藥 都是身體給你一個使用的 這是為什麼我覺得它是最好的 全力的食物 任何東西需要修復就是需要它 什麼東西要成長要合成也是需要它 所以它真的很好用 但我還是喜歡它加一點點 但它真的好鮮喔 這鮮味夠薄 你們要確定你們拿到是最好的 因為這個量下來就整個是果凍 對 能定是果凍 為什麼 我現在是不是都可以 好 非常好 喔 水分凍了 那打開看一下 我再往一邊找一個碗 那這邊你把這邊 那這邊你把 把一個多碗 嗯哼 你不要倒出來你直接往一邊就好 你不要把這個蛋白 蛋白金 那還是水果蛋 對 你也看一下這個 所以它是水果蛋就這意思 就是半生不熟的蛋 它就一直長出來 所以很方便 就是你們讓小孩帶到學校 或者是直接到辦公室吃 真的 它才會是一天的 開始 好分開始 一個長生 是 可是 肯定長生就是做 一個吧 哇塞 好 我們在一起 每一個地方 第一時間 我們才能幫助 再找一次 我們一起 活動 的 這一群 你是